那我們就進入下一個 下一個單元好不好 最新請報單元 這裡開始要介紹節目開頭有稍微踢到的積分挑戰報酬追加以及特別情報 從明天開始 從明天10月20號10點起舉辦的第36次積分挑戰的最高積分報酬將會追加 這次主要是15萬分 萬分以上的報酬有追加 但是14萬分為止的報酬中可以獲得的 寶珠數量也從一個變成兩個 對沒有錯 鄉親請參考這個表 請報太多耶 好不好 好 從這次開始 最高積分報酬將會欣欣追加必出SS戰型探索的隨便 手機 13就能進行一次必出一名SS戰術形態的最高積分報酬必出SS戰型探索 這個並不是史聯的戰型探索精請留意 對 很好是不是 哇靠是不是 火星公司 火星公司啦 火星公司 對 特在 15萬 25萬 45萬的最高積分報酬中獲得 以一次的積分挑戰最多可以獲得三張 此外 這個道具的有效期間是180點 請大家多多注意喔 好 然後 不好意思 動一下 不好意思 從這邊 出來了那個很大的空氣 然後為了慶祝 這次積分挑戰更新海將舉辦 8天顯定的這個戰型探索 沒錯 這次SS 危機太戰了 6 6 6魚牙 還有 暗殺者 人法 若意 不絕 若意不絕 卓越馬力 探救 星光 摧綻 摧綻 通口 登場的精神 精選戰型探索 這個戰型探索的 攪換索 內容就用 圖片來 介紹吧 好 請 請 絕 對 這三個角色都擁有強大的爭議性 爭議性 爭議性 他們的技能應該可以有活躍表現 所以再介紹一下他們的技能給大家看看 首先呢,通口 絕對先像 等一下喔 這個太難看了 反正是暴擊率和 提升暴擊率和暴擊傷害值還會回復DP 對,還有大幅提升技能攻擊力 對,真的太強了 下一個快速斷跑 這個我也很常使用的 對 回復全體的全體DP 可以突破上限到120% 並讓後衛 心眼狀態 對 對 對對對 對的對的 好 最後一位 瑪莉 她也是最近我每天在用吧 每天在用 她的技能 廢育方向 消耗SB10 大幅提升千位的技能攻擊力 以及 提升暴擊率戰鬥中 會 呃 使用這個技能 呃 呃 心眼狀態 啊對 收支 收支使用 呃 這個技能 呃 呃 心眼狀態 並提升暴擊傷害值 對 每天在用 每天在用 有點奇怪嘛 哈哈哈哈哈 好 好 整這個機會入手他們吧 他們吧 好 接下來是特別活動 請 爆 來 啊 來 登登 秋天就要玩 飛燃天空 被遇 和 活動有玩 特別活動 好 馬上來依序 介紹特別活動的內容 首先是 這一個 來了 來了 謝謝開發團隊 太感謝你們 呃 免費 最多免費 呃 30次 呃 秋 呃 登入 暫行探索 裡面有 你看 左上角 左上角 拜託 真的拜託 拜託你 對 沒有錯 好 呃 這個暫行探索 將從 呃明天 10月20號 10點開始 舉辦到 呃 11月19號 呃 2點59分 為止 期間內 每一天 可以進行一次 最多可以進行 30次 免費 暫行探索 全路 對 對 不是喔 我不是3DA 部隊喔 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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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我 3 30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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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N 接著是這一個 週末就要往 週末就要往 悲然天空 期間限定任務 與週末消耗10點生命力 即刻獲得必助S以上站行探索卷 這個限定任務的舉辦時程表 請參考圖片 圖片 不是我的夜望耶 我 必須抽的 必須抽30SS 好不好 最多可以獲得合機 無章的必助S以上站行探索卷 趁這個機會 在週末時 好好享受遊玩飛龍天空吧 看一下時程表 好 那 在介紹接下來的特別活動之前 我們準備了一些數據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關於最高積分與保育技能使用率 對 這個是 玩家們 在積分挑戰中的保育技能使用率 圖表 對 如同圖表的數據 在積分挑戰中 達出高積分的玩家 實用保育技能的傾向較高 趁積分挑戰報酬更新的這個時間點 我們希望還沒有挑戰積分挑 還沒有挑戰積分的玩家 務必來挑戰看看 所以 準備了這個活動 這個特別活動 請看一下 美洲輪替 保育技能學習 因緣 特別活動 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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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い ということで 突然講日本 的陰景先生 好 在期間內 保育技能的熟練度 上升值提升 具體的上升值 請上考資產圖 好 登基1 2倍 登基2 1.5倍 登基3 1.25倍 具體來講 就是 通常登基1 成功的話 加0.4% 這個改成 0.8% 對 然後 登基3的話 通常會獲得 3.6%的 數據 但會 之後會 這個時間的 這個活動的之後 會變成 4.5% 這樣子 對 沒有錯 這張圖片 是第一週登場的 Exo Watcher 2 如果每一個 保育頭目的熟練度的 三升值 都一樣的 好 那 我來向大家說明一下 熟練度 吧 登登 好 什麼是暴雨 好 暴雨是食品的一種 準備就能使用特殊的技能 保育技能 此外 每個角色都有保育的熟練度 在準備暴雨的狀態下 打倒 保育頭目就能提升熟練度 熟練度 熟練度大到100%就能 學會保育技能 這樣 不必 準備暴雨 也能使用技能 這樣子 好 我們統整了 從Exo Watcher 可以獲得得到 就請看這張圖 登登 好 欸 熟練度 三升的對象 保育頭目 將會 每週輪替 對 這樣子 好像那個 是不是我的 我的臉比較 比較紅色的 是不是 我可能會變成 紅 波屬性的 真的 好 欸 好 欸 登登 這個 從特別活動對象的 Exo Watcher 神上可以獲得的暴雨 在基本挑戰中的 是用拍攀版 對 欸 可以唱告 這個 這個拍攀版 欸 鎖定你想要的 寶玉來遊王 吧 對 好 那接下來要介紹這一個活動 請看一下 美洲輪替 通關活動故事可以獲得交換所獎牌 獎牌 獎牌 美洲輪替期間限定人物登場 通關特定活動故事 即刻獲得500個改活動的交換所獎牌 舉辦史程錄下 是這樣子 活動的交換所可以獲得時音 萬能暫行隨便 登記SS的 然後必出S以上暫行探索券等 好話道局 請務必 趁這個機會 有玩故事活動 之外 已經通關故事活動的玩家 在對象的人物 出家的時候 可以另區報仇 對 好 接著要來介紹 中樓出家新區域的情報 請先看這個影片吧 今集中 admin Here iseti 絚起 有明支 神迷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等一下喔 叮叮 沒錯 從明天10月20號 10點開始中樓 將追加新區域 在這次發布的更新版本 將追加第二區域 6樓到9樓 對 在第二區域可以使 朦朧 躍躍的子彈 小力圓 飛玉的技能 三日月中進 和SS brand new mind 惡意奈 惡意奈的技能 純愛也信 進化 進化 OK 好那接著是 關於報酬的部分 好 等一下喔 收出通關的報酬 最高 積分是第一區域 和第二區域的 合集值 這次配合第二區域追加 也新增了 最高積分報酬 第一區域和第二區域的 最高積分合集值 可以獲得這些 報酬 這樣子 對 然後 之前的直播也有 踢過這兩名 戰術型態的 技能進化的詳細 請參考這張圖 這張 這張這張 對 好 好 不好意思我 看不太清楚 那個 技能的 我看一下喔 好有看到了 好 主要是那個破壞率 大會變成特大 會變成特大 然後 三日月中 中進的話 那個 之前有用過 那個 這個轉用技能的話 將有兩個回合 無法性動 這個 沒有了 對 進化之後 就沒有了 對 沒有錯 沒有錯 沒有錯的 沒有錯的 好 好 那 以上就是 最新情報 單元